民进党当局日前称 大陆媒体在台湾录制或制作节目涉嫌违法 废止两名大陆注点记者的记者证与入境许可证 并称将会查处大陆媒体注点情况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媒体及注点记者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 进行蛮横无理的打压 暴露了他们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两岸新闻交流是传播两岸信息 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 促进感情融合的重要桥梁 长期以来大陆记者在台湾通过大量客观公正的报道 为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融洽亲情 特别是为大陆同胞更好地了解台湾 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 大陆记者的正当权益应当受到保护 他们在台湾采访报道工作应当受到尊重 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手段限制和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现在又将矛头对准大陆媒体在台湾的正常新闻报道 严重干扰了大陆媒体筑点采访 严重损害了大陆记者的正当权益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无理做法 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民进党当局承担 不过来自行的党当局承担